花蓮各江镇市建榫产区 现在陆续的进入了产季 由于多数都是采、粗放、管理 建榫几乎天然无毒 就算现在每公斤200元的价格 消费者仍然是趋之若鹜 不过您知道吗 台湾建榫种类一共有十多种 不同品种风味也不尽相同 建榫农是依照不同品级的品种来分级的 提高建榫的产值 也让消费者吃了安心、放心 三月春雨滋润 花蓮县各乡镇部落传统农作 建榫正式进入正产 品质与产量趋近稳定大出 去年整年到清明节以后的量 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去年的量 去年的总量是多少 大概正确数这边的顿数 大概这样我们算一算 大概有21顿吧 农民王武奇种植建榫多年 也常年收购万荣、红叶、马远 以及光复太巴朗部落所出产的建榫 每个产区多数采自然农法、厨房管理 天然、健康、无污染 是春季才能够品尝得到的美味 然而看似都一样的建榫 其实品种各异、风味也就不尽相同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放心也提升 建榫产值、建榫农 也逐渐朝向分极分类方式来贩售 建榫除了是当季十令蔬果 更是花莲各乡镇、原住民部落的传统作物 这三种建榫的比较就价钱会最好 这个就一般比较没有什么整理 它这个是属于比较延伸种 这个是有管理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种 它的头特别硬 所以这个价钱就不好 这个价钱还比这个价钱好一点 所以这个这样分析出来就会看得很清楚 去年花莲建榫因为干旱导致了严重减产 今年风调雨顺 截至目前为止 建榫产量也已经达到去年的水准 未来两个星期产量最为稳定 民众忍了一整年的建榫 每位现在都可以选购 品尝新鲜正美的建榫农产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